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世间的人四大高手 见到布下的虚空牢笼都无法定住叶凡 全都变了颜色 很干脆于果断 转身就向远空断去 你们来杀我不成 还想走 叶凡的天灵盖骨差点被刺穿 险些毙命 此刻黑色发丝间还在躺写 金色的血液躺落在脸上 他眼神冷冽 神色坚毅 快速出手 凌厉而霸道 毫无保留 噗的一声 叶凡一冲而过 第四人被他成弯曲状的身体割裂 像是神兵斩过 切口平整 过了一会儿才有鲜血喷剑而出 观战众人莫不凌然 叶凡连杀人世间的种子高手 强横的可怕 让人不安 果然是末日圣体不可期 余下的三人分开逃走去 可却快不过叶凡的速度 几乎一瞬间他又追上一人 右手画成针阳 如无瑕白玉压向前方 争得一争 那个人匆匆出手还击 手中的青色长剑当场崩断 虎口鲜血长流 被距离撞得浑身一血 咚的一声 叶凡乱动拳头 力压而下 如一方大跃降落下来 让这名杀手无法躲避 不得不硬接下来 咕的一声 这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 化成龙形道痕的叶凡 拥有打破一切阻挡的恐怖道理 当场将这个人打得手臂崩碎 血肉化成血泥 他一冲而过 逐一杀向另外两人 其中那个白衣女子已经被黑黄匆匆布出的阵纹锁组 另一人被李黑水纠缠住了 嗡的一声 虚空抖动 叶凡的曲形肉身 速度骇人 真的如龙在横空 一下子冲了过来 让开李黑水 徒手拨杀 这个人显然很强大 催动滔天法力不断抗衡 暂时挡住了叶凡 不过 被圣体欺到这么近的距离内 他彻底失去了主动 嗤的一声 叶凡突破虚空束缚 化成一道金光 双手齐枕 真隐与真阳相容 轰的一声巨响 将这片仓空打得崩塌 下方一座山峰都倒塌了 这名强大的种子传人 口吐鲜血浑身军裂 倒飞了出去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人世间的隐宗神术斩出 欲化于虚无种 叶凡冷笑 修成神眼后一切无所断形 他没有一丝耽搁 龙行身躯如箭一样射了出去 哄的一声 他的左手漆黑如墨 代表了太阳神图中的一点真一 此时拍落而下 化成一口黑洞砸了下来 天际抖动 无尽恐怖风暴汹涌 那口黑洞吞噬一切 下方山巅上的巨石 古墓等 全都拔地而起 没入当中 哭的一声 这名高手身体四分五裂 鲜血四界 四肢与躯干等皆分离 而后成为飞灰 没入黑洞间 没有人不悚然 人世间天外飞仙 人见合一 七大高手杀来 结果却被他连续毙掉了六人 哗的一声 叶凡降空而过 划出玄傲 却让人心颤的诡计 来到了白衣女子近前 黑黄 顿时不出的阵纹 挡不住他 已经脱困了 这个女子并不是多么美丽 甚至很普通 站在人海中很难被人注意到 但正是她差点刺穿叶凡的头颅 呛的一声 叶凡冲过来 一指击其碧绿的神剑 火星四界 于波江下方一座高山之巅都阵列了 与他大站了起来 嗖的一声 白衣女子的身法非常的诡异 如一条泥丘一样在虚空中游动 让人难以全力一击 他不断藏身虚空中 每次都是从暗中尸出凌厉一击 叶凡蛮力无双 化成太极道狠后 无坚不摧 速度也达到了极致 这个白衣女子尽管很清零与诡异 但依然无法避开她的锋芒 叶凡全力也长空 每一次都是重击 加之恐怖的速度 堪称一尊杀戮神明 难以抵抗 哄的一声 她每一次挥拳都有冲销的金色血气 如一尊不可战胜的圣灵 眼眸深邃 黑发飞舞 如手凌厉 徒手猎天 叶凡的每一击都是恐怖绝伦的 她像是在挥动整片天地而动 几乎压制了白衣女子 若非她身法诡异 早已被打成了肉饼 因为这种霸道的神力 连不可一世的金翅小鹏王都承受不住 哄的一声 叶凡金色血气冲天 像是有上万条真龙 自她体内腾空而起 景象无比可怕 每一次抡动大手都压榻虚空 咚的一声 白衣女子浑身一血 被强大的压力挤裂了体表 再也支撑不住 手中绿色杀剑 砰的一声 化为碎屑 叶凡如一尊 永恒的神炉在绽放光芒 龙行曲线 道生而过 全力滔天 无尽金色的光滑 淹没高空 噗的一声 这个强大的白衣女子 被她打成肉酱 彻底毙命 死于长空下 最终只剩下一团血雾在飘动 人世间前出的高手全部扶诸 加上此前的灰衣男子 叶凡共斩杀八大杀手 这一系列冲突与大战 堪称雷霆风暴 她与金翅小鹏王大战将近五千回合 本是重伤之身 可是却又凭借一己之力 破了人世间的杀局 斩掉了所有人 此时 只能用强势于霸道来形容她 让每一个观战者都心寒 这就是圣体之威 她真的生命无多了吗 几生半个月的寿元 却还有这样可怕的战力 哎哟 幸好她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不然的话 将是诸圣子的不是大敌啊 凤凰也是难以平静 五色面具下角色容颜出现波澜 美眸中光滑闪烁变换不定 妖西 子府圣子 赵发等人亦是难以心境 全都在思虑 每一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 诸圣子与诸圣女都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尾压叶凡 可与他应封的人已经不多了 此时 年轻一代一位绝顶人物 鸡家神王体 眼眸深邃 一顺不顺的盯着前方 世界 所有人都言金翅小鹏王可与神体争锋 但谁也不知道 几号月到底有多么强大 如今 他神色无波 毛子中不断浮现交战的画面 非常的神秘 不少人注意到了 全都心中悚然 这是神王体 与生俱来的天眼神术 他在演化方才的大战 鸡浩月在推演方才的大战 见他如此镇定与从容 众人全都倒昔冷气 人们知道 他一定可占胜体 鸡家神王体出手次数并不多 人们在衡量金翅小鹏王的战力时 总拿他来做比较 几乎忘记了 他才是东荒之王的事实 鸡家是古之大帝的后人 虚空古经中记载有 盖世圣术 有无暇无缺的大帝之密 不过 虚空古经的最后几页 究竟记载有怎样的盖世神术 世上少有人知 但相传 举世无双 若是神王体展现出来 将会有多么的恐怖呢 想到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不自禁的 打了一个冷颤 此地 另一个人表现特别的人 是遥光圣子 他发似清零 随风而动 眼眸如身台一样 他的眸光不断幻灭 如一个又一个世界 在毁灭与开辟 忘之让人生为 不过 他很快就露出了笑容 恢复了常态 到底是谁请了 人世间的高手来杀我 叶凡心中自问 他扫过每一个人 在场朱雄 以年轻人居多 被他犀利的眸光扫过 都心中一阵 不敢正面逼时 有向退却之感